好,小朋友们,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今天的材质了,就是一张绿色的材质,在它的背面是一个红色,那我们这个材质是一个格子形状的,比较漂亮,一会儿折完的小甲虫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花俏的个,看起来更像是我们的一个甲虫怪兽啊 你们呢可以选择你们自己喜欢的材质,没有这样五颜六色的没有关系,白纸也可以先学习怎么来折,以后呢再有漂亮的材质啊,再把它变成你们喜欢的样啊,颜色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咯,准备好我们的材质,是一张正方形的,只要它是一张正方形的,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折了 首先第一步,我们拿出我们的材质,给它进行一个对折,沿着我们的脚来对折啊 如果看过我们很多期折纸的小朋友,或者你们有折过纸的小朋友,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折纸开头呢,都是这样开始的,对不对啊 这是一个基本操作,好,那折完之后呢,OK给它把痕迹画的深一点 这样呢,折痕比较明显,就是中间的一条折痕 那折完中间这条折痕之后呢,我们根据中间的这个标准啊,中间的这条折痕的标准,给它两边往中间折 我们的镜头呢,放下来一点,可以看得更仔细哦 好,这边折过来,这边呢,也是同样折过来 两边都是对着我们中间的这条中线啊,给它对齐来折平 好,折完这边之后怎么办呢,哎,在折这边,在刚刚折的基础上呢,对着另外一边的脚来给它折平 就是这样咯,这边也是一样啊 好,这边折完,这边也折完之后,再把刚刚折的这两个折痕呢,打开 然后呢,哎,从这里打开,把这个折痕呢,折到里边进去 外边呢,多出这一个三角形的位置 就是这样咯,这边也是同样的啊 旁边可以把手放在这里,翻起来 好,再把它往里压,这样呢,就比较容易折出我们的三角形 好,这两个尖的角呢,就已经折完咯 好,好,那完成这一步之后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形状啦 好,小朋友们,你们折完之后,是这样的形状吗 哎,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折咯 好,继续第二步呢,我们看到这里多出了两个尖尖的小角 然后把它,哎,这样子啊,把这个尖尖的小角呢,拿出来又变成了这样一个形状啦 嗯,像是一个宝石的形状一样的一个四边形啊 好,两边呢,是尖尖的 好,那折到这一步之后呢,我们继续咯 上面是短的,下面是长的 我们沿着上面短的这一个部分呢,再往里折 可以这样来拿啊,可能会对得更齐一点 好,这边往里折 这边呢,可以转过来同样的把它往里折 好,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折出两个尖尖的来咯 哎,小朋友们,你们折完之后呢,是这样尖尖的吗 啊,看看,这边是还是一样的啊 但是这边呢,折出两个尖尖的来了 嗯,那折出这两个尖尖来之后呢 哎,我们要给它翻过来,翻到它的背面啊 折完这两个尖尖之后,下一步就是翻到它的背面来折咯 那,翻到背面,首先第一步呢啊 我们沿着大概是它的中间的这一个位置啊 沿着它中间的这一个位置往下折 嗯,可以中间偏上一点点啊 这样呢,就是甲虫的头部给它折出来 大概呢,以这个边上的为标准 以你刚刚折的这个,哎,这两个尖为标准 大概留出一点点尖在外面这个位置 哎,往下压一下 然后呢,再往上走一点 就是折出一个折咒来 这是这样的,嗯,折出一个折来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折 好,接着呢,我们还要折出第二个折哦 第二个折大概在哪个位置呢 看到我们上面的这一个角的部分是分开的 第二个折呢,就选择分开的前面一点点这一个地方啊 给它往下折出第二个折 就是我们甲虫的身体的部分啊 我们尽量给它折出一个折咒来 这样呢,感觉身体弯弯的会更像一点 哎,第二个呢,就从这里开始再往外走 这是第二个折 嗯,那如果觉得那呢,这两个折离得太近了 那我们可以把第一个折呢,往下 稍微再移一点点啊 这样呢,可能会看起来离得宽一点 哎,更漂亮一点 这是大概是这样子的 这里一个折,这里一个折 这样就是两个了 好,那折完这两个之后呢 哎,我们再来折它的上面的大钳子的部分啊 大钳子的部分呢,在这里 我们先把两个角呢,往外折 先这边的角往这边折 这边的角呢,往这边折 甲虫大怪兽嘛啊 它肯定给有个大钳子之类的啊 让我们看起来很害怕的东西 那折完之后呢,再把这个尖角再往这折 就是说,它两边的钳子尽量就是朝不同的方向来回的弯曲啊 这样看起来呢,哎,钳子很大啊,很发张 好,两边大概对应的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这里一折,这里一折,这里一折,哎,两个大钳子 那折完这两个大钳子之后,怎么办呢啊 把这下面的部分呢,哎,这个身体的下面这个也部分往里折 大概沿的多长就差不多出来的这一点点啊 我们这个纸张可能比较厚,折起来呢,会比较 南折一点啊 我们正量吧啊 小朋友可以选薄一点的纸,折起来可能会顺利一点 大概就是把这个边上这个呢,往里折一点 正面看起来就是这样一个感觉的啊 往里折一点,我们现在折的这整个都是背面啊 好,两边呢,都往里折出一点点的边来 让它的身体看起来更瘦一点啊 感觉像个蝎子啊 就是瘦瘦的身体也是头大大的头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甲虫都是这样,大大的头,大大钦的 嗯,然后身体是要比较细一点的 两边大概是折出这两个 最后呢,把它的尾巴向上 翘起来 这不是它的尾巴啊 是我们这张折纸的尾巴给它往上翘起来 这样它的身体就没有尾巴了 这样呢,就更像是我们的一个甲虫了 我们看一下,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 嗯,好,那我们的一个甲虫呢 就完成了啊 诶,可能这样看起来不是太像甲虫了是不是啊 那是因为我们还缺了一个大眼睛 我们现在把眼睛给它画上 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水彩笔的颜色啊 在眼睛大概是画在这一个位置和这一个位置 因为这上面的部分是它们的头的部分啊 我们现在把它的眼睛给它画上去 嗯,外面一个大大的圈 里面一个小小的黑眼珠 两边对齐一点就可以了 诶,这样画完之后是不是更像一点我们的甲虫呢 我们下个钞匙 也看着我们下个钞匙 hs 跟着这个钞匙